民国99年7月2号 当年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为了营造干净的媒体空间 特地举办四场巡回座谈会 而首场的地点就安排在桃园 当时NCC邀请了传播业者、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单位 共同下乡聆听民众心声 要透过直接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表述各自对媒体议题的看法 从讨论中建立一个健全的监督机制 当年这场名为 慢向健康的传播内容环境系列活动 听你说跟你说的座谈会 吸引许多老师及学生参与 一同讨论当时媒体素质、媒体经营者等议题 当年NCC表示 民众申诉案件最多与戏剧发电党相关 不是内容涉及新山色 就是暴力行为过多 甚至疗效不实的广告投诉案也不深媒举 为了提升媒体内容品质 当时NCC希望传播业者能反思自身的社会责任 保障公众权益 记者综合报导